冷知是,因为革命者将占领城池的满族聚居区几乎屠戮一空了,清政府胆寒了,也失去了反抗的资本。 现在的教科书为了所谓的民族团结真的是该说的不朔,就轻描淡写的一句宣统帝宣布退位就过去了。 当然,民族团结的理念也让很多人看不到历史的血腥与残忍,尤其是清朝统治的这296年, 达子们为了防备汉人,持续地打压下,汉人们过得有多惨,连文化传承都断掉了。 纵观历史,估计也只有在清朝,汉族的族谱都会传承不下去。 为什么?不允许读书,导致识字率极低。为了打压,简直丧心病狂。 那时候,满人对汉人的民族压迫政策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酷烈。 所以,奸引掳掠各种兽刑,不比小日本逊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尤其是权力这种东西。 哪有什么人会那么大度地直接交出来,背后一定有失衡遍野,血流成河的博弈。 清朝就是这样的,真实情况是,各路革命者在占领了城池后马上就开始对满族聚居区的满人进行抓捕屠杀,几乎都杀绝了。 实际上对满族的屠杀是进行了两查的,第一查是太平天国运动,占领区的满族几乎被杀光了。 第二查是辛亥革命,这一次的排满运动达到顶点,直杀得满人胆寒。辛亥革命的排满运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满人确实是吓得心胆皆寒。 再加上八旗兵死伤惨重,以前优渥生活过惯了,早就失去了战斗力。 训练出来反抗的新军基本全是汉人,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大势已去了。 但凡还有反抗的资本,清政府也会反抗到底,可惜没有了。 再加上过去的统治对汉人压迫过甚。 他们也知道一旦革命者打过来自己会是什么下场,所以只能交出政权。 后来觉得自己又行了,拥有了反抗的资本,又开始复辟。 后来又跟小鬼子搞到一起继续反抗,想着天皇第一,满族第二,汉人继续被统治,结果又失败了。 反正但凡能想到的反抗方式,他们都是过了,没成。 再说一个冷知识,现在的满人大多都活跃在文艺界,并且在不遗余力地给他们的老祖宗洗白。 新亥革命后,满人在恐惧中,不少人都改名换姓融入到了汉族群体里面,新中国成立后也还算安分。 1950年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开始,但是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倒也不太明显。 但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市场经济开始活跃。 这时候,优待少数民族的政策让满人瞬间就支愣起来了,觉得自己又醒了,开始高调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尤其是在文艺界,涌现出一大帮的满族艺人,这帮人开始颠倒黑白,拍了一大堆的轻功剧,来展示清朝的浪漫,还有清朝皇帝的勤政爱民,开始大力地为他们的老祖宗洗白。 每次看清朝的影视剧,我就感觉被人当智障一样愚弄。可惜,不关注、不研究历史的人,根本不知道清朝到底有多黑暗,满人的民族压迫政策到底造成了多少累累血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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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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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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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